耶稣 各位珠类的兄弟、姊妹大家好 今个诸日的福音 《记上》 以一位熟星梅瑟法律的法学士 要考验耶稣 究竟法律之中 哪条界命是最大的呢? 最大的意思 不单止是指最重要 亦都反映了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的一个真论 他们试图在613条梅室法律之中 运出一个基本的原则 去整合联系所有的法律 耶稣的回答就是犹太人以熟能长 每日都重念几次的经文 你应该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 当众强调了整个人彻底地去爱天主 紧接着耶稣也点出了另一条同样重要的戒名 爱人如己 可以说耶稣的回答超过了原先法学士的问题 而且更加清楚地指出了 爱作为整合一切戒名的原则 我们记得在圣经之中都有不少的经文 强调爱主爱人的同一性 好像两个八书一样就说 如果没有行为 信得就是死 另外 圣放济国沙雷师也说过 真实活泼的虔誠 不单止叫我们行善 而且督促我们仔细去行善 不断地去行善 还要爽快地去行善 行善包括了一切爱德的行动 照顾病药 关心失落的周济穷人 基督徒的爱德就是保持着 爱主爱人的这份同一性 既不是虚假的善人 外表前径在生活当中就欺压他人 又不是另一方面 正是强调人道主义的社会服务 记得在中学的时期 我自己都很积极参加校内 或者学校外面的义工服务 最深刻有一次 就是同一帮有着身体残障的中学生 在他们学校的礼堂唱卡拉OK 因为以他们的状况 坐着很大张轮椅 根本不可能好像普通青年人 去卡拉OK的场所 服务的过程是很开心的 当时也很深切地感受得到 什么是私比授更为有福 然而人占掌 我也都逐渐学习得到 在有需要的人身上 聆听天主的声音 在受苦 在服务的人身上 认出耶稣基督的面容 这样就不单只是服务这么简单 而是天主的召叫和使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 身边的人都因为疫情 而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可能是有缺分网上学习工具 和空间的青年 有不够口罩的独居老人 和老宿者 有开工不足 和被解雇的工人 各位出力的兄弟姐妹 疫症期间 有很多机会 让我们更加爱天主 更加爱他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